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众所周知,后仰跳投作为不少NBA得分手的一项必备技能,诸如乔丹、科比等等球星都会这一招式。 后仰跳投的本质就是通过自己的后仰幅度,创造投篮空间,从而更加同融地出手。 而面对有些顶级防守人,这些得分手不得不用更大的后仰角度,从而避免被风感。 因此,有些球员在投篮时都不得已采用近乎平行地板的后躺跳投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NBA中的后躺投篮时刻吧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纳神的后躺跳投吧。 纳神的身材和臂展在NBA都算出色,但却有着不足的命中率。 这就和他调整自己的投篮姿势,密不可分。 很多时候纳神的投篮都几乎平行地板,完成高难度的出手。 从这张图片,我们就不能看出,纳神的这次投篮简直都几乎180度了。 甚至腿都踢到了防守球员的腰上。 爱福森也同样如此。 注册身高1米83,实际身高不足1米8的爱福森。 在NBA进攻同样靠着出色的腰腹力量和平衡能力。 看看这张图片,你就知道,爱福森出手时,前面的科比镜全力起跳试图风感。 这样的高度,如果爱福森正常出手,那注定会被冒下来。 因此,爱福森不得不采用这样高难度的出手方式。 当然,后躺投篮不只是小个子的专利,一些大个子球员,也会采用后躺投篮这个姿势。 比如,我们熟知的诺天王,他的一手,经济独立,出手的时候,后仰幅度就极大,让防守人几乎不可招架。 而杜兰特,尽管身高必长,加上自身出手点不高,他平常,几乎用不到后躺投篮这个姿势。 但是在当年,灰熊和雷霆的季后赛中,杜兰特在底角,用一记进步后躺的三分帮助球队,努力追分。 甚至还,造成了对手的犯规,这个出手难度,也是极大了。 伦纳德有一个绰号,想必大家都知道,那就是少帮主,用来形容他,打球很像当年的乔丹,伦纳德的后仰跳投,同样是自己武器,库里的重要武器。 之前对阵,张黄率领的热火,他就用一记几乎极限的后仰跳投,将身体在空中,摆成这个角度,还能稳稳落地。 不得不说,NBA球星们的身体,真的太优秀了。 当然,现役最优秀的空位,之一欧文,身材在NBA同样不算出色,因此在有些特定时刻,也要用一些非常规动作,终结进攻。 据说,欧文在私下训练时,还专门练过这些,非正常的投篮选择。 比如将身体飞在空中出手,飘移出手等等,这种努力换来的,也是欧神仙的赞美和夸奖。 I quit,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